大家好 我是佩儀 今天要回答網民的問題 因為我們早前收集了大家想問我們的問題 我們今天回答他們十條問題 好 開始 很多粉絲都很想知道這個問題 其實在我IG上有一個貼文 公開了我幾歲 所以大家想知道就去我IG看 答得好 所以我也是這樣的答案 我之前也有提及到我的年齡 是多少歲的這個貼文 大家都要引起熱烈的討論 為什麼呢 就可以去我IG看 那算不算答了 答了 去我IG看 多高和多重呢 多高我都經常公開說 因為我覺得自己這個高度非常滿意 我是150cm高的 是嗎 我聽聞好像14至9點多 我一直都跟別人說我160 現在你問 最近我發現 哎呀 縮了水 158 我長高了 我現在是162 那我應該也要去量度一下 我可能我也長高了 那我是介乎在95至98之間的體重 嗯 那我跟文迪的體重都差不多 但我高了 會被問題 好 好 什麼星座 你什麼星座啊 我是令人又愛又恨的天蠍座 很邪惡我的天蠍座 哈哈哈 我是白羊座 羊咩咩咩 咩咩咩 很多人都說很符合 不過我就不是很信星座的東西 好的就信 對啦 通常都是這樣 哈哈哈 我在家最喜歡做什麼 我家最喜歡 躺在沙發 都猜到你了 哈哈哈 躺在煲劇 玩電話 我在家 喜歡打掃 打掃 真的啊 好笑 你家很亂的 長期 我要家很乾淨才會開心 最怕對方的性格 我最怕培兒呢 經常說秘密很大聲 哈哈哈 因為我一興奮 她經常都被人 聽到 哈哈哈 我經常都這樣 你看那個傻仔 哈哈哈 看著你 在對面啊 那個傻仔 我覺得你經常呢 說完的東西又忘記了 哈哈哈 拿完的東西又忘記了 對啦 實在太多東西忙了 所以呢 其實這些都忘記了 所以我就很怕 所以通常呢 對啦 你可以幫我 做我的副手 是啊 認識了多久 認識了三年 三年 我第一份工作 三年 第一天就認識文迪 是啊 我記得了 她本來不是我的部門 是啊 大家好 我是Pamela 哈哈哈 你叫我Pamela 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我以前的上司不是很懂得 我已經問名 所以都 哈哈哈 你什麼時候鋪完牙 我也想知道 哈哈哈 因為有鋪過牙的 大家也知道 那些鋪牙的期間 經常都會 但是呢 因為受疫情的影響 我不是經常去覆塵 所以就 會慢一點 那大家期待一下 我鋪完牙 意氣爬牙笑 給大家看啦 耶 不是 你不鋪也有意氣爬 為什麼創立我實測 那如果大家 有看我的IG都知道我以前是做記者出身的 那之後呢 我打算接手一個挑戰 就玩這個 社交媒體 那我就想將一些新聞的東西 就可以 可能輕鬆一點 呈現給大家 就是用一些社會實驗的方式 或者街頭訪問 大家有沒有看過文迪報道新聞啊 哈哈哈 去片 各位 環境局局長黃錦昇說 計劃明年第一季 再向立法會呈交國建 連對田區的話 高地間中吹暴風 那陣風呢 甚至是達到巨風的程度 尖心在這裡 可以說是橫風橫雨的 整晚都吹著很大的風 11點18分 會有野間新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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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最後一條是來自幾位 台灣粉絲的朋友仔 就是問我們 可不去台灣訪問啦 我們都好想呀 我們都好想呀 首先我很開心 我們有來自台灣的觀眾朋友仔 都有看我們的頻道 謝謝你們的支持喔 我們都希望可以有機會去工作 不過去工作之前當然要去台灣 吃麻辣火 很掛著台灣 如果你請過一下我第一個地方 我立刻要敗前頭 是一個風行吃東西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可以介紹一下有什麼好吃 有朋友會否問我們拍一些旅遊vlog 我們都想 其實都想要有機會都可以試一下 是 拍了香港的vlog 香港旅遊vlog 大家記住文字 都是 環遊世界 環遊香港 我們十條問題就回到這裡 我們看看什麼時候再收集大家的問題 如果大家想知道或者想看 我們就再問大家有什麼想問我們 好 下次見 拜拜 好 下次見